菩提祖师为了孙悟空杀到天庭会如何 吴承恩他会败在六人之手 孙悟空是一个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他在方寸山砍柴挑水七年 修炼法术三年 仅从菩提祖师那学了长生术 变化术 飞行术三门法术 但孙悟空仍能以一人之力打上天庭 震惊了三界 不过此时的孙悟空阅历太浅 一来不懂地与其他妖王抱团取暖 并肩作战 二来涉事未深 在如来询问有何法术神通时 将自己的老底尽数告知 最终被如来以一个堵塞的方式 骗尽了手掌心 压了一个措手不及 更重要的还在于 满天诸仙都有法宝在手 区区一千多岁的孙悟空 仅有一根如意金箍棒 因此在如来往五行山山头 贴了一张六字真言符咒之后 孙悟空使出浑身解数 仍束手无策 继而败下阵来 身为孙悟空师父的菩提祖师 就不一样了 他精通视如道三教 单单一个道字门 就有360个棒门 如果菩提祖师出手 真的为了孙悟空杀到天庭 势必会和满天诸仙 爆发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 菩提祖师有多强 时至今日 这个问题仍能在网络上 引发热烈的讨论 尽管吴承恩留给 菩提祖师的笔墨 屈指可数 尽管孙悟空下了方寸山之后 菩提祖师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根据作者 留在原著里的设定来看 菩提祖师的法术修为 可谓是出神入化 好比孙悟空在方寸山修炼之时 菩提祖师有一次在课堂上 有这么一个举动 书中是这么写的 菩提祖师讲到高潮之时 天花乱坠 地冲金莲 妙艳三成教 精卫万法权 漫窑主尾 主喷诸语 想着雷霆洞九天 说一会道 讲一会禅 三家配合本如然 放眼三界 哪位大神能够妙艳三成教 精卫万法权 同样 西游世界里 哪位大佬又能够想着雷霆洞 九天而不被御帝 如来所察觉 笔者认为 西游记里能有此造诣者 犹如凤毛麟角 因此 当菩提祖师杀到天庭之时 如来佛祖使出浑身解数 也无法抵挡菩提祖师的三招两世 但是 可别以为战胜了如来 菩提祖师就可以带着孙悟空 全身而退 你看菩提祖师会败在哪六人之首 常言道 墙中自有墙中手 三界之大 天庭名山都是卧虎藏龙之地 引浮了不知多少超凡入胜的大能者 好比在盘桃园里 齐仙女就曾和孙悟空说过这么一句话 上会自有就归 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 罗汉 南方南极观音 东方崇恩圣地 十周三岛仙翁 北方北极玄陵 中央黄极黄角大仙 这个是五方五老 还有五斗星君 上八栋三清 四帝太义天仙等众 众八栋玉皇 九磊 海月神仙 下八栋幽名教主 注释帝仙 各宫各殿大小尊神 居一旗赴盘桃家会 可见 如来只是天庭的五方五老之一 在他上面还有四玉 三清等诸多高手 倘若如来被菩提祖师击败 那么玉帝仍可以迅速派出法术 更胜一筹的高手出战 而且更重要的在于 菩提祖师虽然法术通天 但终究只是孤家寡人一个 如何能与天庭如此之多的高手 轮番对决 况且菩提祖师的法术再高 或许只能和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太上老君这样的高手相差无几 一旦动起手来 菩提祖师显然无法形成强大的碾压之势 历时击败三清四玉这样的超级大佬 可以预见的是 菩提祖师若杀到天庭击败如来 但他很快就要陷入被诸仙围剿的劣势之中 以下六人组成的阵容都能击败菩提祖师 第一对阵容 然登古佛 如来佛 弥勒佛 根据吴承恩的设定来看 灵山总排名第一的是燃灯古佛 排第二的是如来佛 排第三的是弥勒佛 三佛曾在降伏金翅大鹏雕的时候强强联手 由于三佛心灵相通默契十足 他们三人联手的话 会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妙境 菩提祖师若和灵山三佛爆发冲突 势必凶多吉少 第二对阵容 原始天尊 太上老君 灵宝天尊 此阵容的队员乃三清的组合 三人都是能毁天灭地的超级大佬 倘若如来被菩提祖师击败 玉帝极有可能让三清迎战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虽强 但如何能以寡敌众 击败三清 恐怕不能救出孙悟空 菩提祖师自己也有受伤的危险 综上 菩提祖师倘若杀到天庭 会败在天庭三清 以及灵山三佛六人的手里 事实证明 菩提祖师的确无法在三界里为所欲为 否则就不会空有一身高深法术 却隐居于方寸山了